這家健身房倒閉了 在2024年的第二天 列了一年多的健身房倒閉了 現在健身房已經被搬空了 會員們為了挽回損失 地板都給搬走了 健身房倒閉了 你看 他們都在搬東西 都搬東西準備跑路 這家健身房不僅欠消費者的錢 還欠工作人員的錢 中國的關店跑路潮還在持續 這一次是健身領域 在我身後的 這個聚上健身的會通門店 現在已經人去樓空了 機械全部都搬走了 這家店的管理人員說 在旁邊的四樓 用另一個品牌開一家新店 然後5月份 把我們這些客戶轉移到那邊去 我看他們說的也是謊言 因為聚上健身 現在在這個城市裡還有其他分店 如果這間倒閉了 我們也可以被安排去這個分店對吧 但是現在不行 他們不讓我們去分店健身 而且這裡目前已經所有的器械都搬走了 很明顯就是跑路了 正常來說 你的租金沒有交 你的物業費沒有交的話 物業是有錢把你的店面封鎖了的 這樣日後清算也比較方便 但現在很顯然 他們是晚上跑路的 我真的很失望 本來覺得在這家店健身很方便 現在連這樣一個地方也沒有了 我是去年年底去的費 連我都被割韭菜了 那些會員們肯定比我損失更大 我店裡的新客戶跟我說 我們旁邊的一個健身房跑路了 然後我準備走過來看一下 你看就在這裡已經關門了 他們已經上鎖了 但是裡面的器械還在 從去年開始 中國各地就傳出各種健身實體店陸續倒閉的消息 今年年初 健身房倒閉迎來了一波高潮 從健身房器械回收上 就能看出端倪 當年的知名健身房現在都怎麼樣了 今天去問一下做二手器械的朋友 我問這個朋友 他這個倉庫裡面放了多少健身器材 他跟我說 這個倉庫放了20多家健身房的健身器材 我實在太震驚了 我又問 他今年是開的健身房多還是倒閉的多 他說 2023年開的特別多 倒閉的更多 特別是深圳 廣州 我又問他 你們是不是希望健身房經常倒閉 他說 不用期望 只要健身房開了就會倒閉 早晚都是他的客戶 健身領域曾經在中國的生意十分火爆 在2019年 隨著大眾體育而被炒熱 同年 相關健身房的投資事件數達到了38筆 融資總金額達到了57.6億元人民幣 每一筆投資 平均規模在1.5億元左右 到了2021年 雖然投資事件的數量減少 但是總體融資規模卻達到了一個高點 總金額達到了150億元 平均每筆投資高達5.8億元 而到了2023年上半年 整個健身行業的投資只有4筆 總金額幾乎只有過去的零投 而現在的健身領域變成了暴雷的主要領域 現下健身房爆雷有主要的兩種形式 一個是虧損太大 入不敷出直接倒閉 還有一種就是 突然關門 老闆寫款逃跑 投資人的錢和用戶使用費用全部打水漂 我的健身房又跑路了 我今天晚上去訓練的時候 發現門口直接貼著告示 燈也沒開 然後門口站了一堆人 我就知道這個店又倒閉了 我當時挺難過的 我難過不是因為他們不退我的費用 而是當時有一個教練報警的 跟警方的交流過程當中 說自己投了60萬人民幣 而且還有一部分教練 也是這個店鋪的合夥人 這個店的老闆圈走了投資人 和教練們的錢開了這家店 但是老闆帶著所有的錢跑路了 這些教練今天又要給會員退費 自己還有錢被騙走了 現在到年底了 本來是資金回籠的時候 結果他正好投進去了 我覺得他現在的狀態應該很難過 中國現下的健身房經常使用預付制 來誘導用戶在健身房提前預支相關的費用 讓提前預支的錢進入了公司賬戶 用戶預支的錢和投資人的資金進入賬上 形成一大筆巨款 加上健身房經營不善前途渺茫 很多老闆就選擇適合的時間跑路 不僅不會賠錢還能賺一筆 因此中國的健身房都開始競相效仿 紛紛跑路 跑路的健身房成為了喜愛健身用戶的最大擔憂 一旦老闆寫款逃跑 充值進去的課程費用 就不可能要回了 就算是報警和運用法律維權 都是十分困難的 因此網友們總結了健身房跑路前的徵兆 來幫助用戶們能及時保障自己的利益 這個月好像是健身房跑路高峰 從1月1日到現在 無錫已經有好幾家健身房跑路了 也刷到了不少其他城市健身房跑路的視頻 我給大家說一下 健身房跑路之前會有什麼徵兆 首先第一點就是拖欠員工工資 這次無錫跑路的健身房 基本上都是員工被拖欠了好幾個月的工資 第二個就是這個健身房頻繁的沒有熱水 或者不開空調 第三個就是他們突然把卡價和客價賣的特別便宜 基本上就是想要最後割一波韭菜錢 然後跑路 尤其是雙11和雙12它會搞活動 如果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自己都覺得這個價錢低的離譜 最好不要貪這個便宜 要不然你就很有可能成為這波韭菜 還有的突然說要放假幾天 或者延長原本的放假時間 說要裝修或升級 那麼它大概率放假之後也不會再開了 但如果老闆真的想跑路 是房也房不住的 因此更多的人不再願意花錢到健身房健身 或者去一次只支付一次的錢 線下健身房頻繁倒閉 線上健身也陷入低谷 中國最大的健身平臺CAPE 近日被宣布市值暴跌了90% 將近186億灰飛煙滅 2月13日中國的財經賬號 坎建財經表示他們最近在密切地關注健身 upCAPE的財政狀況 因為CAPE公司在短短的半年內 跌幅超過了90% 市值因此蒸發超過了203億港元 約合人民幣186億元 美元約25.8億 CAPE這個線上健身軟件 是由北京卡路里科技有限公司 所開發的一款軟件 軟件中的服務內容包含健身教學 跑步運動 騎行進路等功能 受到中國消費者的歡迎 2017年8月份 該軟件註冊用戶就達到了 1億人 而發展到現在 該平台的累積用戶 可能已經達到3億 尤其在中國疫情期間 健身愛好者們被困在家中不能外出 CAPE就成了他們居家運動的首要選擇 在消費者的追捧和疫情加持下 CAPE本應該賺得盆滿缽滿 但實際上其內部營收 成了企業維持的最大問題 根據其發布的財報顯示 2021年CAPE的虧損高達29.1億元 直到2023年上半年才轉虧為盈 盈利約為12億元 也就是說在2023年之前 CAPE一直處於虧損狀態 而2023年的營收相比 較虧損顯得不值一提 在經營方面有巨大問題的 CAPE在2022年經歷過一次上市失敗後 卻在去年悄然上市 同年12月4日 CAPE被納入了港股通候選股票 可就是當日股價開始暴跌 單日跌幅達27.6% 自此之後 CAPE就開始了持續大跌 從上市後的股市反應來看 CAPE公司的前景並不被國人看好 尤其是CAPE的毛利率下滑 成為了資本市場擔憂的問題 從2020年到2022年 CAPE的總體毛利率 從45%下滑到約41% 雖然其財報顯示 2023年淨利潤就達到了約12億元 但在非國企財務報告計量下 經調整經虧損約為2億元 因此擁有3億用戶 月活3000萬的CAPE竟然持續虧損 成為了消費者們的主要疑問 有大眾輿論表示 CAPE除了經營狀況差距之外 在營銷方面 支出太多是公司虧損的主要原因 看似擁有3億平臺用戶 但這些用戶都不是非它不可 該APP是依靠雜錢 來維持用戶越活和增長 例如 近期CAPE推出的獎牌活動 就是通過雜錢減少用戶的流失 CAPE的本身的運營模式沒有可替代性 經常被網友們評價沒有核心產品 在CAPE平臺上 用戶能購買健身器械和健身課 但這些健身器械 與其他線上線下的產品沒有太大的差異化 而線上的健身課對於用戶來說沒有參與的體驗感 因此 用戶雖多 在UP上花錢的用戶卻少得可憐 CAPE大部分的營收只能通過平臺廣告來維持 入不敷出成為了虧損的重要原因 談到這 我們還能發現一個問題 明明處於大量虧損的運營狀態 CAPE為什麼還要持續砸錢進行線上營銷 營造出一個聚手可熱的虛假繁榮呢 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持續運營 而是為了防止賠錢和上市圈錢 就是CAPE這款健身軟件 在半年內從42元一股跌到3.4元一股 除了CAPE還有一個名字是郭圈的品牌 郭圈現在市值122.5億港元 然而看一天的成交量只有93萬港元 對 你沒有聽錯 一個市值200億港元的公司 成交額一天只有93萬港元 A股再不行 一個200億港元的公司 一天正常的成交額 也在一個億港元以上 我們再來看優比選 市值是372億港元 一天成交量850股 成交額是7.5萬港元 這些公司又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上市當天的成交額還可以 第二天的成交額基本就剩1000萬 接下來就只有幾百萬 最後慢慢變成幾十萬甚至幾萬 其實這些都是中國公司想上市圈錢 並避免因為對賭協議賠錢 而進行的經典套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前期這些公司融資 要求上市的期限到了 很多投資人和投資機構對企業有要求 比如要求公司必須上市 否則面臨巨額賠償 只要公司上市 投資機構就算是給投資人有交代了 比如說當時投資按照30億投資的 現在公司市值300億賺了10倍 那之後一年市值如何 就等以後再說 還有一種情況 就是最後一輪機構 按照估價200億投的 最後市值300億 也有50%的進漲 這個錢可以直接內部分掉 至於之後半年解禁了 這個雷會砸下來怎麼辦 那也是半年之後的事情 這些公司一旦借金賣出 也就不行了 但是公司的對賭協議已經完成了 所以沒有任何損失 所以這些企業之所以著急上市 就是為了解決和投資人 投資機構的對賭協議 完成了不管結果什麼樣都沒有損失 所以儘管他們 直到港交所交易量和流動少的可憐 也會去港交所上市 就為了防止賠錢和圈錢 KIP也確實如這位網友分析的一樣 今年1月份 KIP的首發股東中 26位股東解禁了 股數合起約42700股 佔總股的81.32% 1月12日又有兩名股東解禁 解禁股數為8873股 佔股本的16.9% 正是因為這兩輪的解禁 不看好KIP的股東進行了減持 才讓將近186億港元的市值蒸發 對於投資人來說 一個幾乎沒有盈利完全虧損的公司 在上市圈完最後一筆錢後 直接全部拋掉真的是最好的選擇了 在國內出現危機前 KIP在國外市場就已經被驗證是一個失敗產品了 KIP曾經跟如今的TikTok一樣 在中國發展的同時也曾出口到海外市場 5年前 蘋果CEO庫克參觀了KIP總部 並表示如果CAPE推出國際版 他很願意成為第一個海外用戶 當時的CAPE用戶剛突破8000萬 創始人王寧因此將一個運有 80000001的瑜伽店作為禮物送給了庫克 之後的2018年 CAPE相繼推出了兩款海外版產品 CAPE Trainer和CAPE Yoga 剛上線不到一年就融獲了多個地區 Google Play的2018年度 最佳自我提升應用 這兩款產品覆蓋了180多個國家 海外用戶也突破了1000萬 但僅一年之後 這兩款軟件就停止了更新 一位美國用戶劉山表示 挺突然的 沒有想到CAPE的海外版會關閉 也挺可惜的 跟練了這麼久感覺還挺不錯的UP 在日本留學的佩奇也表示 很喜歡CAPE這個軟件 主要是它裡面很多內容是免費的 對於學生來說壓力不那麼大 那也正是這些免費內容 讓這個用戶很多的UP 一直處於虧損狀態 甚至其海外版也同樣面臨嚴重虧損問題 CAPE在國內變現就用了很長時間 在國內主要的盈利方式是電商 廣告 UP 會員和限價電 即使這樣也還是處於虧損狀態 而到了國外盈利的方式只剩下訂閱 虧損的問題只怕會更嚴重 毛健身出海品牌海外負責人王立向媒體表示 把國內這一套盈利的模式搬到海外來是不行的 貪死越撲越大 投入成本越來越高 國內還沒有盈利 海外自然也就一直在虧損運營 其實CAPE打入國外市場不是沒有機會 而是要清楚海外市場應該怎麼進入 很多海外健身愛好者都願意將CAPE和Peloton進行對比 因為都是線上健身的頭部公司 賺錢和貨客模式也都極為相似 但Peloton的成立時間足夠早 模式更成熟 資本更雄厚 用戶粘性更大 從各方面來說 CAPE都不是對手 其實 CAPE進入海外市場的方式 基本上是復刻了crossfit多少年前就走過的老路 健身愛婆 行事超級 盈利模式超級 運營模式超級 連入市方式都是復刻 卻想用免費內容來奪取海外市場 確實有些卑鄙 但海外市場與中國市場不同 用戶更在乎的是使用體驗和UP的硬件內容 因此 想靠價格戰的CAPE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 為了圈更多的錢 CAPE平台中的內容在不斷漲價 很多免費內容現在都被貼上了價格 CAPE在亞洲市場的最後一個優勢也消失了 也正值這個改變 讓更多國內用戶選擇棄用CAPE CAPE在漲價這個決策實施後 徹底失去了它所有的競爭力 有用戶在網上表示 用了兩年多的CAPE 一直免費的跳成課程今天竟然收費了 太傷用戶的心了 另一位網友回覆說 對呀 很多鏈的免費的課程 現在竟然需要收費了 果斷棄用 名為《戀巴·賈斯汀》的網友表示 CAPE的市值蒸發 跟中國經濟的衰退息息相關 大家都覺得 CAPE的未來不是很樂觀 那CAPE又代表了什麼? 很多線下健身的老闆們 你們不要幸災樂禍 覺得CAPE不好了 是不是線下健身要發展了?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CAPE它代表了中國的健身市場的走向 如果你們覺得 CAPE的後續發展沒有那麼好 說明大家都覺得 未來中國的健身人群沒有太大增長 甚至 可能大家關注健身和運動消費的這個市場 未來也會萎縮 整個大市場萎縮 你覺得線下的人會多嗎? 都沒有人花錢了 能有多少人去線下呢? 所以還是細思極恐 蠻可怕的 也可能有人會想 是不是有例外 但是2024年的發展趨勢 還是建議大家 捂好自己的錢包 自求多福 可以說 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健身 在中國市場未來都不會被看好 因為中國經濟蕭條 百姓們收入太低 只能將錢花到需要的地方 而健身只是娛樂消費領域 在吃不飽 穿不暖的情況下 不會有人願意在健身上花錢 就像網友的評論 明明是可以有免費 在家健身的方式 為什麼一定要花錢健身 更何況沒錢的時候 更不會花錢去健身了